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因为昨天刚好看到 印子树有着一个百元好树计划 然后今天是刚好工作地点在附近 然后就想说绕一个 绕上来看一看悬悬树这样 因为独立树店在马来西亚已经越界越少 然后可以支持的 也不是很多嘛 也就其实就几杯咖啡的价钱 然后又可以买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其实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他的那个宣传说 他可以一百块买三本书 然后我就想说不如我可以自己过来 选我要的书 比较不一样一点跟平时的书店 比较容易找到我喜欢要读的书 吉隆坡越数咖啡馆与主题书店 因为世道不紧 面临存完关口的消息 本月中传出后掀起不少关注 为了让书店得以继续生存下去 月数店主刘一万发起了 买百元好书称独立月数运动 短短一天就吸引了至少一百人下订单购买支持 结果买百元好书活动在大家的鼎力支持下 于22日提前结束了 也证明了众志成成的力量 说起月数咖啡与书本的结合常常让人觉得很浪漫 但刘一万笑说 现实生活中的他却频频被贷款 债务压垮 刚开始是比较天真 我以为可以大概两三年就可以把那个债务还完 可是到现在其实是还没有 可能会越急越多的感觉 其实基本上是开销可以平衡的 可是就是这个开销平衡不包括个人的薪水 就变成说我这六年来我其实是没有收入的 刘一万因个人兴趣把在月数卖的书本 都专注在女性文学和性别研究上 这些书籍都是从中国台湾香港入口 而且都是买断不退 因此卖不出的书都堆积成山 变成了一个负担 月数刚开店的时候有来过的人会知道 就是那个变化蛮大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三百本书 那现在就是有一千多本书 那当中那个书增加的那个量 就是需要很多钱去填补 是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吗 刘一万不这么认为 只是觉得懂得文学 谈文学的人还是比较小众 以卖书的量来讲 其实有在逐渐增加 那当然就是那个书的利润不高嘛 因为都是买断 然后就这阵子的麻痹汇率的问题 那其实能够那个利润空间 是越来越少的 那就是说 所以我兼卖餐饮就是因为 就是从餐饮的钱来填补 这些不足够的地方 之前的经济问题 让刘一万确实想过要放弃了 前几天是蛮灰心的 因为前几天又到另外一家银行去 申请贷款 而是就被拒绝了 就当时就很 不会难过 反正就是很清醒地说 我应该可以暂停了 不用再把自己弄得那么糟糕下去了 但转念想想 其实他自己要成就的 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业 我可能是在完成一部分人的期待 那这一部分人是对性别一体关心的朋友 或者说他们本身遭遇到性别不平的一些遭遇 然后希望月术能够替他们发声的一些朋友 不仅仅是一家咖啡馆的月术 有着比一般咖啡馆更高的使命 也许没有豪华气派的装潢 却给了爱书之人一种感动和温暖 在这里你可以安静地阅读店主 为你精心挑选的书本 品尝一杯温暖的咖啡 无疑是喧闹的大城市里最隐身最舒服的避风港 祝福重新站稳脚步的月术 优优责 宣除物人也在里面 靠 settings 160秒 收量 出品 发言 ourselves 他